严和颖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在微信里看到您说 筛选大于改变 是 这个筛选大于改变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因为就是可能很多 我以前也经历过 就有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希望有些伪装 比如说自己 每天要穿得帅帅的 比如说每天我讲什么话 要可能会有些违心 但是我现在更期望的 一个理想的感情状态 是就大家能够做自己 爱自己 再去考虑爱对方 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难免会有磨合期 就像电影画出版的恋爱那样 就两个人 即使他兴趣爱好 都非常的相似 最后两个人的结局 还是分开 就是你是怎么看待 这个磨合期呢 我觉得磨合期 是一定需要的 所以为什么 我在片子里也提到 这个三观 大家互相相似 相似是保证在一起的基础 但是不相似的那些部分 往往是你未来 长时间相处里头的 最关键的部分 所以说如果确实 如你刚刚说的那个例子 出现很相似的人 很OK 但是日子久了 还是因为一些点不在一起 我会觉得那么可能 他们天生就不是合适的情侣 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选择不是改变 就像有些人觉得 穿不穿外边的衣服 躺床上打游戏 这个事没有那么重要 但有些人觉得太重要了 所以你不能说 我来 我训练你啊 你就选择那个生活习惯 那跟你比较一致的 这个可能会好一些 我来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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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